21年前 两个年幼的孩子突然失踪 到处找的没见人了 对不起我 这只是没把他看好 走访 调查 嫌疑人真实身份难以确立 说知道他名字叫张明星 从一个人没有想去 要找一个人 然后入了大海 21年的苦苦追寻 21年的无尽牵挂 两个破碎的家庭能否团圆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未拐21年 2017年6月3号凌晨 西安警方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南兆县 抓捕了一名叫李华荣的中年妇女 李华荣是吧 我穿上衣服穿上 穿上衣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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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放心吧 走 警察突然出现在面前 李华荣说 放心吧 我是不会跑的 那么平静啊 显然他知道警察在找他 为什么要抓他 事实上他躲了警察都躲了21年了 怎么回事呢 21年前 在陕西的西安 那是一个冬天 1996年12月3号 正式初冬时节 这天 在西安市劳动南路的一个建筑工地 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 工地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见了 男孩名叫静鹏 四岁 女孩叫吴琴 只有三岁 两个孩子分别是两个四川包工头家的 都是家里的独子 一想起来真的说养个娃也不容易 那时候没钱嘛 说实话 是不是 时隔21年 想起当年孩子失踪的情景 男孩静鹏的母亲 还是难言心中的悲伤 他回忆 那天傍晚他做好饭 准备去叫儿子吃饭 可找遍工地 都不见儿子的踪影 当时工人都已经下班回到宿舍 静鹏的母亲就挨家挨户去问 这时他听说 老乡无见昌家三岁的女儿吴琴 也不见了 外面到处找的没见人嘛 最后我们工地上的人都找 同一天 工地上的两个孩子都不见了 他们能去哪呢 此时失踪女孩的父母 突然想起了一个场景 我当时是把那个拿盒 背在他背上 你把我女孩 背在拿盒背上 这一个人背两个孩子 我们去地下水的时候 我看见张明雄把 静鹏背出去 女孩吴琴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他看到工地上 一个工人 曾带着两个孩子出去了 那个工人 大家都喊他叫张明雄 听到这个消息 男孩静鹏母亲的心里 咯噔了一下 他们说随时背出去玩去了 但还没回来 我就想这样说了 我说不用 他把我背去跑了 我想这样说 一时傍晚 两个孩子还是没回来 两家人开始发动工地上 一百多号工人 出去寻找 整整一个晚上 找遍了周边所有的工地 还是没有两个孩子的消息 也没有找到 带走两个孩子的张明雄 孩子的父母 赶紧到派出所报了案 当时呢 往往就这样的发案以后 能为侦查工作提供的线索 和我们能采取的一些侦查措施 很有限 事发那年是1996年 街道上还没有视频监控设备 警方能做的 就是到事发地周边调查 寻找破案线索 就这样 一晃几天过去了 两个孩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而罢案民警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拐卖案件 带走两个孩子的张明雄 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不知道他名字叫张明雄 说的是史传华 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写的 静鹏的父亲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 当年张明雄 是他从西安市南门外的一个路边劳务市场找来的 由于没有人见过张明雄的身份证 张明雄这个名字是哪三个字 甚至是不是他的真名都不好说 然后这到底是张明雄还是张明雄 还是张明雄 就可能性就很大了 尽管困难重重 西安连湖警方还是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将张明雄列为头号嫌疑人 他们给四川各地的警方发出协查通报 希望能落实嫌疑人的身份 在静家人的印象中 张明雄为人老师 从来没有跟人斗过嘴 吵过架 他做出这样的事 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据两家人讲 他们和张明雄在一起工作一年多了 关系很融洽 他们也从来没有拖欠过张明雄的工钱 没有任何纠纷 而且平时静家还经常接济张明雄 张明雄生病了 静鹏的母亲还借钱给他去看病 可是这次张明雄竟然不告而别 还带走了他们的孩子 也只有张明雄才能解开这一切谜团 哪里都去过 我那时候我才在现在不熟悉 听到哪有消息 我就跟我老公嫁了个无情情 他妈他爸妈 有时候还有我大嫂大大哥 还有我们的老乡就跟我们一块 有时候晚上走到半夜 这孩子在楼上走 一看那时候又没灯 好心酸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对寒心如苦的父母 经常不由自主 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那个路上 马路上 倒出那个地方 看见我小孩身高差不多 年龄差不多的 都以为要走上面前去 多看几眼 看是不是我那个月 一次次满怀着希望出门寻找 一次次失望而归 每到过年过节 尤其是到了两个孩子的生日 两家人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和自责当中 就说我对不起我娃 这次没把她看好 你知道吧 现在就经常像那个娃她头头痛 现在痛那个 热义的那个急死 头一下就痛了 由于长期的悲痛和思念 无情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和头痛病 尽管后来两家又都有了孩子 但是失踪的两个孩子一直生死未复 始终是两家人心中的痛 两家大人觉得 孩子一定是在某个地方 他们决定继续待在西安 等待孩子们的归来 我下定决心的 反正就是说 不管有钱没钱 反正我始终要把娃儿倒进了 我才放心 我心里才放得下 而西安警方也一直没有放弃 这起案件的侦破 虽然负责此案的民警换了一查又一查 然而专案组始终没有撤 从96年到2015年 我们总共核查就是四川籍 张明雄的有一百多人 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所以只好根据张明雄这三个字的谐音 就去网上一个一个的去排查 这工作量非常大 警方呢就一方面继续网上排查 一方面对西安周边的一些建筑工地进行走访 2015年年底 在一个四川人承包的建筑工地上 他们打听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时工地上有一个女孩 她说就是她表哥叫张明雄 四川省三大县 年龄当时她是五十多岁 据女孩讲她表哥张明雄 早年在周志县当过上门女婿 1995年到1996年期间 曾在西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工 所以说这就给她欺负的就是张明雄 在西安这边有这个作案事件 民警立即上网进行查证 身份信息显示 这个张明雄五十七岁 四川省三台县人 那么这个张明雄 会是带走两个孩子的张明雄吗 民警将张明雄的照片 交给失踪孩子的父母进行辨认 在众多的辨认照片中 男孩静鹏的父母 一眼就认出了她 一下就认出来了 我说这就是她 嫌疑人身份确定后 西安警方立即赶往张明雄的户籍地 四川省三台县 但张明雄不在家 只见到了她的女儿 张明雄的女儿说 父亲没有手机 常年在外打工 平时很少回来 关于父亲离家后的去向 她说可能要去西藏 这次威萨拉萨 拿着她的女儿去 准备要去拉萨 到拉萨去 打工去 侦察员拿着张明雄的照片 在绵阳市的各个劳务市场询问 当排查到其中一个 露天劳务市场的时候 他们有了发现 正当侦察员试图上前询问 没想到这个男子突然起身 准备离开 我们赶紧把他找 我就问他 我说 叫张明雄 他说 你们找的就是我 叫张明雄 突然东西了 我托人家小孩了 落网之后 在审讯室里 张明雄交代了 在西安拐走两个孩子的原委 就是什么活都干 张比库的 什么的 至于工资高低也不谈 什么都不谈 只要不要孩子 达到了我的目标就对了 据张明雄交代 1992年 他在陕西省周治县打工 当时他有一个工友 叫贾三才 河南人 一次闲谈中 贾三才跟他提起说 想要个孩子 要一个男孩 给我的亲戚 就开始了 就这么说 张明雄回忆 当时贾三才 给他开了一个 让他无法拒绝的价钱 他说就是 说个大概价值是一万 超不过两万块钱 当时张明雄 在周治打工 一个月才能赚几十块钱 听到有人愿意 出这么多钱 要孩子 他动心了 双方谈得十分投机 贾三才给张明雄 留下了姓名和家庭地址 1995年初 张明雄到西安打工 在南门外的一个路边 劳务市场找工作 被一个包工头看中 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干活 这个包工头就是 被拐男孩静鹏的父亲 张明雄说 他刚到工地 就看见了一个小男孩 后来得知 是包工头家的儿子静鹏 他立刻就想起了 贾三才跟他说过的事 我这个贾三才 就要这么一个男孩 这就是缘分 在静鹏父母看来 张明雄干活勤快 为人老师 闲暇的时候 还经常帮他们带孩子出去玩耍 他们觉得 这个老乡很地道 他们也很放心 正是这种放松 给了张明雄可乘之机 据他交代 事发那天 1996年12月3号 四岁的静鹏 再次缠着他 要去外面吃面皮 他觉得机会来了 原本张明雄 只想带走男孩静鹏 可正当他们要出门的时候 工地上另外一个包工头 吴老板家三岁的独生女儿吴秦 也吵着要一起去 于是他决定 两个孩子一起带走 这个女孩就是 他也要吃凉皮 这就叫 有一种成语 就叫 哎呀 顺手牵羊 干脆两个一起背上 就这样 21年前 那个冬天的下午 张明雄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不辞而别 之后 他直接带着孩子来到了河南 交给之前 在周志县认识的贾三才 事后 他获得了一万元的好处费 张明雄清楚 拐卖儿童肯定是一种犯罪行为 他也担心被抓坐牢 所以 他一直藏身在外 很少回家 也很少跟家人联系 就在被抓钱不久 他甚至想躲到西藏去 而对于自己的行为 对两个孩子的家人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对静鹏的父母 当年可以说是有恩于他 张明雄觉得很对不住 是自己财迷心窍 做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按照张明雄的交代 21年前 他带着两个孩子 就是静鹏跟吴秦 就离开西安了 然后就去了河南 那到了河南之后 那两个孩子又经历了 什么样的命运 贾三才 还有我们节目开头出现的 那个李华荣那女的 他们两个在案件当中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时隔21年 静鹏跟吴秦 还能不能找到 明天我们继续观察 我是农明 明天见